方舟刚才说了句什么话 冲程老师 我说她老了 就是我刚刚忽然回头看到她 就是比去年建的时候老了 白头发都多多了 这种女生最讨厌的 我也经常看到年轻人 就看到马老师老了 我说在网上发个图片 我自己觉得很英俊 我看马老师真的变老马了 或者说变马老了 我都马上拉黑 因为2018对我来说 日本人不是很喜欢说脚关键词吗 关键字 对我来说就是老了 我说病了 因为生病 我瘦了20斤了 瘦了20公斤了 对啊 好像肉干一样 幸好后来碰到小青先生 给我很多美食 美食我就叛回了 叛回五斤 对对对 咱们首先还得祝贺人家小青老师 这个风味人间大会成功 谢谢 也遭老罪了 对 我是6月30号之前 在北京一共待过19天 基本上都在 都在各种各样拍摄的路途中 你瞧瞧 下半年 我熬了几乎这几年 加一起的同校 确实是很 这就是老的原因 看得出来 这就是成功的代价 你要吗 我要 我已经没什么可失去了 就是因为我现在也很难归到 年轻人的那一类 然后又没有完全老 所以我觉得那我就加速一下这个老的过程 直接就是到得意双心的 老艺术家的范围里比较好 加在中间也很尴尬 很多我眼里的年轻人说老 你比如你像现在我们团队里 我这60后的我基本上就选择靠边站 这是大事 咱让80后的 那天我就看你80后的主持会议 冲着一帮90后的就是说 我讲话的时候你们不要打断我 你打断我我去办了 我刚才说下来 我现在看见身边很多80后的 哎呦 那个那种探老啊 我觉得是有时代性的因素在 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 很惊悚的某个互联网网站的招聘 招聘的这个广告 就是说已经要逐渐淘汰团队里的80后 就是就是要招90后为主80后要淘汰 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很恐怖的一点 就是说其实在原来的这个时代 你30岁的时候是一个上升期 你40岁的时候到职业生涯的一个 一个算是顶端吧 一个收获的季节 但是现在这个淘汰的速度太快了 你到30岁的时候 基本上是你整个收入曲线和职业曲线的顶端 然后在那之后你就一路下滑 所以我觉得你到30岁的时候 就是你那个被淘汰感 我对这个社会来说没用了 我已经是被抛弃的 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的一代人 就那个感觉很恐怖 你看刚才你一见小青 你觉得他老了 对吧 我可以给你看一个照片 这个前一阵网上 大家肯定都议论过这个话题 是个人民的好干部 但首先说 就是在云南基层干部 贴出干部的公式 就这位干部叫李中凯 你都知道吧 这是个80后 81年的 这看着跟陈小青真是兄弟 我觉得 但是后来人们又拿他以前的这个照片笔 就是老得非常快 他还说他说那天的组织部要照相 因为常年做这个扶贫工作 说是这个平常 小青跟吃有关 说一下香 对吧 逮着一顿吃一顿 有时候中午这顿吃的还特别多 对吧 说那天照相的时候 我忘了染发 平常都是染发 所以说 我觉得这个让人挺心疼 因为假如从生理学的早度来看 我告诉你什么叫老 从18岁开始每个人都老 我们的生理的每个机能 器官的机能细胞 到了18岁基本上就顶峰了成熟了 然后基本上就是往下走 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老不老 你过了18岁就是老 你只能说稍稍把它阻止 把它剪慢 然后心理上那就不一样了 我30多年前自己还20岁都觉得老了 这位都会感慨说老了 我问一个问题你们 就是说你们这一辈子 当然还没过完 就是说第一次觉得自己老了 是什么时候 有什么际遇 有记得吗 我先讲 就是有一个晚上 我印象很深刻 跟你老婆 睡到半夜 跟我老婆有关 就是睡到半夜醒来 回头看到一个大妈 躺在自己旁边 原来那个大妈是我老婆 所以我又觉得 妈 我又觉得 哎呀 那我原来真的老 今天是老婆没来 而且对 我老婆也老到不向往了 已经那个不看 所以没有关系 真的那一次很深刻 那那个 所以就 简单可以概括为 看到身边的女人老了 对 觉得自己老了 还有一次也是 当我从睡房走到客厅 看到一个小大妈坐在那边 原来那个是我女儿 然后当你女儿 都是个小大妈一样 我也觉得老了 那怎么可能是小大妈 你夸张了吧 25、6啦 25、6 我可以去死了 我可以去死了 出五年级的那个老女人 一起过吧 没有 小心说 因为在家里没打败 你自己想一下 你在家里跟出来状态会一样 在家就这么美 是吗 对 那是你 所以才是方舟嘛 我女儿不是方舟嘛 那另外有比较正经了 像有个南美洲的作家 小说家 小说里面有一个人 要感慨 我觉得很好 他就说 什么叫老了 老了就是你越来越清楚 知道你身体 每一个器官在哪里 因为当你身体好好的时候 你不晓得你器官在什么位置 可是你这里病 胃痛 心痛 肝 像我现在很清楚 完全掌握了我每一个器官的位置 那就表示你老到一个地步了 真的有道理 对 好 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 小邱老师 你头一回觉得自个儿老 我 甚至有一段录像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得到 就是 我曾经有一次去新疆拍片 就是 刚好有爆那个洪水 这个路冲坏了 就是 只能车过去 人要 跳过去 从这个 不远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 这太没问题了 大家说 你说 您老同志就坐车吧 我说 这太没问题了 然后我一跳就 就跳到河里了 没事 没事 我个人认为我是能够过去的 那一刻我就觉得 可能我的身体的机能 已经和我的反应 已经撮合不起来了 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 最高峰的时候 他可以这么都可以玩 但是当他状态下降的时候 他也想去防守 他做不到了 你和方舟比较接近 就是说80后 初老的这一代 因为我马上就算10了 所以就是 特别典型的 你马上就算10了 我以为你是 30岁青年作家 但是你看 那天我就跟他们团队就讲 他有几个原因 就现在的这个80后的 觉得自个儿老了 其实你看 他们一个是说 被人较老了 就是你知道 90后的 00后的出来了 然后就叫你老师 恨不得叔叔了 慢慢慢慢 其实他才不到30 就在一个团队里 他被叫老了 对 我的读者已经叫 我不老女神 动灵女神了 再进下去就动灵了 就我自己 而且我后来发现 因为我 就是成名太早了 我现在跟人 回忆起什么事 就是说 哎呀 20年前我跟小青叔说 干嘛的时候 那你就觉得是一个 化石一样的人 就目睹了 世事变迁 但你说我觉得自己老 是就说这种初老 是我发现自己 就开始喜欢 年轻小男孩的时候 就我就是说 说的怎么这么 我就是 我开始去欣赏 他们的好 就是作为两性之间 我觉得欣赏 他们的好 因为我之前 喜欢的对象 都是那种 年纪比较大的 大一点的 大我五岁六岁等等 但现在我觉得 哎呀 他们拥有某个 我不再拥有的东西 就这一刻 就还挺觉得 自导了 从几年前开始了 就今年 就是你能很明确的 感觉到 你觉得这个 年轻的身体 年轻的经历 尤其是对于 经历的羡慕 就是说你能够欣赏 年轻男孩 他们的经历 但是你真的 跟他们就是 出去玩的时候 凌晨两三点 还在蹦滴的时候 你就想 我就特别想 回去睡觉 所以你感觉到 就实际交往中 又觉得 人能从他的口味 感觉到时光飞逝吗 其实没有 更多的证据 表明我们的味蕾 会退化的 特别明显 是没有的 人可以 一直保持到 很 很高的年龄 比如说你小时候 青年 中年 到现在 壮年 你爱吃的东西 有变化吗 当然 这当然有变化 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分界 比如说 年轻人吃的和中年吃的 和老年吃的不一样 你说说你自个儿 那年轻时候 肯定喜欢吃 更多的喜欢吃那种 过瘾的 卤串啊 这种 很暴力的 火锅 对 有 比较刺激的 比较刺激的 辣的 甚至 有 这个 靠温饱 就是靠 撑 就吃了特撑 哎呀 撑的不行不行的 到中年以后 就很少这样了 因为 你的消化系统 跟不上了 它就像你的愤怒一样 你就得选 温和一点的 这就像 嗯 你是看 奇葩书 还是看 元州派 实际上 这个年龄 一下就显出来了 当然看元州派的 一般都是 年轻一点 哈哈哈哈 老祖 我就发现 这俩人挺逗的哈 你看 你发现没有 他一说去吃啊 他有个嘴上的动作 对 嘖嘖嘖 哈哈 开牙 对吧 而且与此同时 我就灵敏的耳朵 听到叫 会嘟的呼呼 就叫 我天哪 你真是大神 哈哈哈哈 因为我就像 心理学实验 那那一只狗 对不对 每次跟聊小鱼 小鲸我就想吃美食 他说的 我这个也 胃里共鸣了 我一下子就想起 真是年轻人的胃啊 你知道就是说 年轻人 是个铁钉子都能画 痛快 没有我想回到 刚刚方舟 说到被年轻一辈 叫你什么 动灵女神 这种那个 那都算了 我有一次 那时候当金马掌评审 两年前 跟谁呢 陈建兵 王上 建兵兄 一起 每天混在一起 然后呢 我们去每天看电影的地方呢 在五楼 在六楼 建兵都很喜欢走楼梯 我们搭电梯 那那一天我就说 建兵兄 我陪你一起走楼梯 走 走在他前面 爬了六楼 到了时候 陈建兵在后面就讲 哎呀 嘉辉老师啊 你真是老当一壮 我就崩溃了 那我只能跟他说 建兵兄 我老当一壮 我宁可你叫我老人 迷奸 好像比较好 所以这个老啊 绝对不是一个生理问题 也不是一个年龄问题 它是个认知问题 认知 因为你看 这还有一点 就是过去 我一直觉得特奇怪 就当年说这个 红军呢 18岁的红军市长 你记得吗 就是国家指挥千军万马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 18岁小孩 他懂什么 后来呢 你看今天的这个职场上 他们就发现一点 责任让人变老 你别看你就是一八零后 你二十岁 明天让你当个省长 你试试 马上他就端起来 不是说马上端起来 就马上他就老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是不是真的 本来一个很幼稚的人 因为你没承担 你讲 我那天在一个游戏论坛上面 看到一个帖子 我特别触动 就是一个卡通的那种游戏 很简单的一个游戏 手机游戏 一个论坛上 一个80后 大概83年 85年左右 他就发了个帖 告别帖 他说他告别这个游戏了 就是因为他有一天玩玩游戏 然后他女儿发烧了 带去医院检查 是白血病 但是呢 是就是不是很恶性的 白血病 就是你是要投入钱 投入时间 就可以治好的那种 但是他还是决定 就他知道那一刻 他就把这个游戏删了 不是说因为觉得 花时间花钱 是因为他发现 他没有办法在游戏当中 去逃避自己了 现实太现实 以至于他必须回到 现实当中去承担责任 就人在年轻的时候吧 你会觉得 你可以逃进很多东西 你可以逃进叛逆 你可以逃进审美 逃进艺术 逃进游戏 逃进虚无 但是在承担责任那一刻 你发现现实当中有 不仅自己很无力 在现实当中有 比你更无力的人 需要去依赖你 就那一刻 你没有资格年轻了 你必须变老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当时看了之后 就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我觉得是一代人的 这种精神写照 方舟这个听得非常动人 可是里面有一个地方在说 我们如何定义老 因为我们经常看到 很多年轻人 搞不清楚老跟成熟 你成熟嘛 那其实比方说到三十岁 其实你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手上有资源 手上有资源 有权利 人家要仰望你 依靠你 你可以感觉自己老 也可以感觉自己成熟 差别在哪里呢 假如你感觉自己老呢 你不是老 你是恐惧老 恐惧你能力不足够 你有焦虑 可是假如你那时候 有自信心的话 你不会感觉老的 或成熟啊 你看我身边很多80后 我不知道这个 有没有调查统计 就是身边 现在老有人跟我说 说是这个90后的 往往特早结婚 特早要孩子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趋势 就是很多时候 你看我身边有个化妆师 他说我觉得我老啊 就是我一生孩子 一结婚第二年一生孩子 他说我一下就觉得老了 其实你才二十几岁 其实也不仅仅是说 你生了孩子你就觉得老了 孩子离开了你 你也会觉得老 我儿子去美国读书 我一下就觉得 我天哪 这个我有个朋友 观光孤独的感觉来 对 然后那个沈默飞给我提了个字 叫做一个人畜无害的空潮老人 实际上很多是心态想象的东西 而且呢可能生理上啊 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知道因为呢 你要说是这个八零后的 讲这个初老 那我觉得像我们六零后的 就该讲宾死 对吧 就是你记得大概在我四十一二岁的时候 文道还带过我两周的节目 因为我住院了 对对 就是这个闹这个心脏病 首先我是听说这个徐老师 徐总老师 说装支架了 我们俩生日同一天 我那天打电话慰问他 我说你看咱们俩生日同一天 我这两天也是觉得有点凶闷 放下电话之后 当天晚上我就在威尔斯亲王医院了 我就觉得喘不过气 喘不过气 而且主要是这个香港医生啊 太负责任了 就是你知道吗 就来了啊 你别慌 你先躺下 你先躺下 我就躺下了 你想不想吐 我说我不想吐 想吐也不要紧 拿盆来 我说你那时候我真想吐了 然后就是说 咱们去做那个叫什么ICU 不是ICU是急救室 做那个CT之类的 CT之类的 说坐轮椅去吧 我说我能走 咱们坐轮椅去吧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门呢 哐家伙 哐家伙 我就 我就产生那种 冰死 就是 冰死的这个体会 然后这个心脏这个问题啊 闹了我一年 你知道在这一年里啊 我的工作碰到了极大的问题 就是 比如说我每年都 那个时候我每年主持那个选美比赛 你知道我现在可以跟你透露 我最后那年主持选美比赛 我是兜里攥着硝酸甘油 上去的 因为添了一毛病 就是心情稍有浮动 或者稍有紧张 这个心脏啊 就一百多下 碰碰碰碰碰碰 跳得慌 碰碰碰碰碰 跟打小鼓似的 这么跳 对吧 我就全程啊 就最后这回选美比赛 我就兜里揣着这个硝酸甘油 那是要干嘛 不是通便的吗 干油是通便的 你以为我带着开塞路上去 香港叫甘油 硝酸甘油 是有点像塑酵救心 就怕你心肌梗塞的时候啊 因为我害怕啊 就揣兜里 我当时想 我说这主持别的节目 你要犯心脏病也好说 你说你要哪个男主持人 主持选美比赛 说心脏病发错了 这玩意儿好说 不好听啊 对吧 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就是彻底的 我说以后再也不做了 我怕你丢这人 但是呢 闹腾了这么一年 找N多个医生这么看 最后倒是我有一个老师 他跟我讲 挺有意思 他说啊 你不一定是有什么问题 因为你这个血管 说堵了25% 对吧 他说你不一定有什么问题 他说呢 我也有这个体会 就是你从40岁 然后你过去的时候 在40几岁的时候 你好像有个坎儿 似乎是人的身体啊 是不是需要一个调整器 在那个时候 你会感觉到 头疼脑热 或者哪心脏不对劲了 哪不对劲了 他说你过了这个坎儿啊 你再往上一直到60 你的身体又进入 一轮新的平衡 有道理 有道理 就入场返修一次 是吧 就把这零件什么的 再换一下 然后就能撑个20年 有有有 可是我们把问题 倒过来看 我们都说 对于老的恐惧什么 反而在想 你假如没有老 有时候也是个麻烦 我们呢 从大一年都死掉了 你现在三十是吧 那还要活到一百岁 到时候来我们坟钱 来圆桌一下吧 他这个还有个心理学 有一种研究啊 很容易理解 就是比如说小孩子 课间休息十分钟 就觉得好长 对吧 我们呢 一转眼 时光飞逝如电 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小孩子的 五岁的小孩子 他度过一年 在他的整个生命里 是五分之一 这个比例 你知道吗 你呢 比如说四十岁 你再过一年 你是四十分之一 所以画一下 就过去了 所以实际上 不是绝对的时间 是相对的时间 而且我在这个里边 我还加上一头 也不是有首词 就是讲嘛 就是这个 少年不识仇思慰 爱上层楼 爱上层楼 为父心词 强说仇 我发现有一个 比较麻烦的地方 这是爱情 我说人跟人的情 我记得我看过一对老夫妻 真的老了 八十多吧 看到他们可能斗争了一辈子 可能互相抱怨 好像你辜负了我一辈子 我记得以前住的地方 经常看到他们两个 坐在门外面 那个眼神 就是恨不得 把对方一刀捅死 可是谁都离不开了谁 你知道吗 就住在那边香港 地方贵 你也不能分居 不能去 八十岁分居 没有意思 那我就想说 假如我们说老到一个地步 好像什么都过去了 天良好个秋 什么什么 可是当你眼前出现一个 原来几十年来 跟你那个 这个这个那么深刻 生命那么紧紧挂钩的人 可是里面有那么多的恩怨 不容易啊 真的是能够什么 过去的恩怨都算吗 但是满家辉老师说 这爱情我忽然想到 其实我 叫我灰灰 那我感觉没有年轻 就我最羡慕的一对爱情 还真的是 就是男生已经七十多岁 女生已经六十多岁 但是他们差不多 就是在几年前开始好 就他们相遇的时候 其实已经很晚了 但是我为什么会特别羡慕他们 就是他们对彼此的那种珍惜 他们吃饭在一起 约出来吃饭 永远都是在一起 然后吃完饭回去散步 手拉手一起 然后他们俩结婚是说 在美国吃饭的时候 然后经过一个教堂 在拉斯维加斯 说如果我们吃完饭 然后这个教堂还开着的话 我们就进去结婚 然后他们吃完饭 教堂还开着 他们就进去结婚了 然后他们就一直都手拉手 永远在一起 我后来就理解 其实我就跟那个男老师 就是说为什么你们感觉那么好 他其实就是觉得 因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他们就是特别珍惜 每一刻在一起的时间 我后来问到周围所有 比如说五六十岁 才相恋的那种男女 就问了他们什么遗憾 都是说哎呀 没有早一点遇到 就是这种感觉 其实你在年轻的时候 你是感觉不到 因为年轻的时候 你想到白头偕老 你觉得好长啊 妈呀太痛苦了 想都不敢想 但是你其实到五六十岁 你再去遇到感情 你想的是 天呐 我在这个倒计时当中 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过 就是这个感觉是 是有一种衰老带来的浪漫的 感情生活能延长寿命 这是肯定的 就像很多人也迷信 这个食物能延长寿命一样 就是吗 不能 我前一阵去过一个长寿之乡 就是全国著名的长寿之乡 当然我知道 这长寿的秘密 就是户籍制度混乱 这个就是说 这是什么水呀 什么这个吃的东西 后来说 我们请你来 那就想跟我们说一说 这个推广一下 我们这个吃的 我说实际上是人的寿命啊 首先呢 靠父母 就是DNA嘛 第二 靠天地 就是吧 天地 天地 那就是环境了 环境 环境 你生活的空气好不好 谁 第三靠政府 就是 这个医疗方便捷不便捷 对 第四个靠科技 第五个靠自己 要锻炼 对吧 对 第六个才能靠吃的 就是 就是如果说 吃什么东西 能长寿 不如说 不吃什么 肯定都长寿 就是 就是 那你拍这个节目 干什么呢 我没有拍 对 所以我们的理念 总是 美食和这些东西 美食是一个 单独的一块 像塞兰老师说 食物 美食 所有的美食 总是从牺牲一点点 健康开始的 就是 你要 你要屈尊去 和他拥抱 你才能感受到 他的美好 其实是 代价 对吧 但你愿不愿意 现在还愿意 为美食付出 健康和寿命的代价 会 会克制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 三高食物 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吃 非常 我是常委会的 委员 非常爱好者委员 这名的故事 抵震了的时候 对 但是现在呢 我 比如说昨天晚上 我还是吃了一块 但是 我就会比较克制 我会把那一块 想好了 我怎么吃 而不是说 这几块都是我的 那 那就 现在就会比较有 你还别说 今天脸上就显出来了 那小青兄 有用那个 爱吃的东西 有用药物 来跟他对抗吗 我是真 见到 我身边朋友 真有这种亡命图 我就不可思议的 糖尿病 就是有一种药 好像 我不一定记得清 阿甲双瓜之类的这种药 听说这种药还特好 按说这是控制血糖的 对 他每次跟我们大吃大喝 什么都不忌讳啊 这是个美食的 饕铁家 你知道吗 每次吃饭喝酒之前 啪啪几个药片 他说我每次就这样 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我说这是亡命图啊 对 这已经好了 我碰到一些医药 糖尿病 可是每次吃以前呢 还当众 很高兴 打一针 等一下 然后我们干嘛 拿起肚子 我们看到都没有胃口吃饭 他就打得很高兴 打完 OK 吃 那这样 那种才是亡命图 就是说你们说的 这个还是生理上的老 其实我觉得 现在更多的这种老的情绪的弥漫 不是生理上的 你比方一八零后的 它其实老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一种有点不想干了 就觉得这辈子就这样了 对 就这样了 也就觉得有点没劲了 或者说觉得自己活的吧 就是看不到指望似的 甚至于你包括这女演员 这典型 你记得那姚晨演讲的节目里演讲 不是说吗 说我生个孩子 结婚生个孩子 再出来发现 好像不需要我们中年 就生过孩子的女演员了 就是我觉得我们好像认定 看电视的 看综艺的 娱乐的 看电影的消费者 全是年轻人 所以我觉得社会在不顾一切的去 讨好一切年轻人 然后你稍微不加入这个消费者的行列 或者你把自己抽离出一些 你就发现没有自己的位置 你既不是生产者 你也不是娱乐者 你是个多余的人 就这种恐惧 我觉得还是挺强 但是还有一种 我觉得自己衰老的恐惧 是你觉得自己特别的无知 就我那天在麦当劳 我听到旁边两个高中女孩在聊天 然后其中一个女孩说 哎呀我爸真是太老太老土了 他竟然觉得这个小鲜肉是露寒 然后我在旁边听到冷汗直下 我就说天哪 那新的小鲜肉是谁 怎么查 我怎么去查 就是你所以你会觉得 他已经塑造出一个巨大的 你一无所知的一个市场 或者是一个世界 你连进去的门都不知道在哪 那你说身为这个 就是半老不老的人吧 就是他也有一种 他如果是身处这个世界当中 新的世界当中 他也有一种随时就会被替换出场的危机 对 这个还是很恐怖 你说这个我请教你了 就我肯定是老帮菜了 但是我就觉得 你比方说啊 如果是我们专业的工作 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是可羞耻的 但是你比如说像是同龄人 他们说那天说杨超越 我不知道杨超越是谁 我就很丢人 但是我就接着问他 为什么呢 你为什么他们是 你们是同龄人 但为什么他们都知道谁 你如果不知道 就落伍 落什么伍了呢 那也可能说明你们 质不同道不合 那你玩你的呗 你跟 那为什么你非要跟他们混呢 就是你觉得 无法理解这个世界了 因为比如说杨超越 他所代表的是 景理的形象嘛 然后所有的年轻人 都开始转景理 然后呢 你不转这个景理的话 你就落后于一种 景理的文化 但景理文化背后的 又是一种说 我希望什么东西 能带给我好运的文化 所以他这个形象 不仅是他形象本身 那还有他所代表的 一系列文化现象 你看一句话就暴露我老 你请你解释一下景理 是什么 你平安清老师肯定知道 我只是隐约知道 说老实话 我可能和文涛一样 我前两天 就是老有人给我发私信 就是说强烈要求某一个明星 上《风味人间》 老给我发 老给我发 这个明星的名字呢 叫张杰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张杰是谁 我就问我们导演 我说张杰是谁 我说张杰是个歌手 谢娜的老公 哎呀我真对不起 我还跟谢娜一块做过节目 我说真不好意思 孤陋寡闻 他说没事 我就给他看这个嘛 他说没事 今天晚上就有张杰 那一集里面正好有个厨师 他名字就叫张杰 但是呢 我还是忽略了 就是我认为 这是一个很幽默的事情 我在微博上就把它秀了一下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 就是张杰的粉丝 真的非常忠诚 就对我进行了 非常这个细致的教育 思想工作 我非常非常服务 就是确实我们这代人 他就是和这个时代 是妥结了 我只是知道 金里是一个幸运的东西 但是是什么 不是不知道不代表不尊重啊